听你们的 让开 干啥跟你们 让开 别让开 干啥跟你们 干啥跟你们 刘生太呢 别躲在屋里 给我当缩头乌龟 管出来 我有话要问你 吓嚷嚷什么呀 傅老弟 来来来 把枪楼放下 谁让你们拿枪 对着负责令呢 刘生太 发钱 发钱 我问你 你为什么骗我说 橘牡丹把我媳妇抢走了 还要送我钢锋的 杨桃确实是被 徐母丹绑上的山 这个事是千真万确的 杨桃没跟你说实话 你胡扯 杨桃是我媳妇 她要真受入委屈 能不告诉我吗 你翻名就是 利用我借刀杀人 你可真是缺心眼 我跟你那 我没法说 容忍斋 你一个人太缺心眼的 我问你 我打了龙牙山 你答应我的战力平凡 你也不能够 龙牙山 龙牙山 你打下来了吗 你没打下来 你哪来的脸 跟我要战力平凡 刘胜寨 我今天总算是看清楚你了 你啊 就是一无赖 我真想一起碰了你 来 打 住手 你们都把枪给我放下 把枪放下 有着金身头 都去打鬼子去 枪口不是对自己人的 这可父老爹 狗光兄弟 牡丹氏真的不知道杨桃就是你老婆 我不管你们是不是故意跟我过去 只要你们好好地把杨桃给我送回洛和镇 前面的事我就不计较了 但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 赶走了小鬼子 我还是会找徐牡丹报这个仇 我说过多少遍了 你娘根本就不是我杀的 是鬼子嫁祸于我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我记得心情不好 不想谈论这件事情 不 一定要说清楚 我绝对不会背这个黑锅 那好 你口口声声说 我娘不是你杀的 是小鬼的嫁祸给你 那这样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现在我确实是没有证据 但是上天可以帮我作证 更何况 我徐牡丹的为人 绝对不会那么随便地救杀人 更何况是杀你娘 我说了今天不谈这个 你偏要哪户不开提哪户 杀了我娘 你当然不认证 我不能再忍了 我今天定要替我娘报仇奥姑 往前附下好好说 你娘真的不是我杀的 我到底告诉我 有什么证据 你拿出证据来 拿出证据啊 老夫 我这个徐夫司令 他没有理由去伤害你娘吗 你说他没有杀我娘 你把证据拿出来 这证据我倒是没有 没证据你废什么话呀 杀公公 佛司令 是 先别开枪 我可以作证 你娘不是许武诞杀的 你这可可还接下来凑热呢 老夫 他现在已经改国自新 是咱们自己人了 自己人 你娘被杀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加藤英雄杀了你娘 然后下火许武诞 你说的都是真的 副司令 我说的全是真的 若不是真的的话 你现在就毙了 加藤英雄 胡队长 你们在狗宝村搞到的 那些设备 能不能分给我们一些 半兵工厂呢 徐夫司令 蓝柳已经跟老高说过了 我们游击队 一样缺少枪支弹药 我还准备用这个设备 办一个小型的兵工厂 我不管你们办不办兵工厂 你们在我们乌锡口 住了一个月 我们还拼死拼活 帮你们攻打了狗宝村和南风村 也算是够仗义了 现在只要你们拿出 一点点的设备 难道你们都不肯吗 我们游击队在乌锡口修正 是高司令让我们来的 再说了 这次参战也是你主动跑过去的 怎么能拿这个来要挟我们呢 别说了 徐副司令 这样 我们商量一下 一会儿给你们答复 行吗 我们下期时 我说 要问我 他应该是 他是想办法 但他能够认为 他对他 应该是多有的 但是边上 你会这次 他也就是 一定的 不是 说 让游击队加入清水洞兵工厂 副司令 不能够和游击队合作啊 胡天华就是这个目的 只是没有主动说出来 等着我们开口的 好啊 我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 把那个老丁安插在兵工厂 就是想要打鬼主意 话也不能这么说 要不是老丁的话 我们的兵工厂 没那么顺利开工 胡天华想加入 这个想法也很正常 告诉你 不能跟八路去和 这胡天华 想一步一步地 把独立宗队给吞没了 你都看不出来吗你 我们绝对不会 被那个胡天华收编 而且坚决不能上当 合办兵工厂 我不干 别信 你们也想一想 将来 要想造出打鬼子的枪 炮 必须依靠游击队 靠咱们自己 你们说行不行 我不管 我宁愿不办那个兵工厂 也不愿意受到牵制 刘胜斋居然敢趁火打劫 跟皇军争夺南风村 真是太猖狂了 太久了 炒个公子 直接把刘胜斋不给歼灭了 杀了刘胜斋 马队长说得对 我们必须报复刘胜斋 除这颗恶气 跟刘胜斋的仗肯定要打 不过得看重机会 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就置他于死地 大道军 属下赞 命令你的侦察兵 严密监控南风村 若有风吹草动 必须向我汇报 是 报告大佐阁下 红正发回来了 让他进来 太军 我回来了 红正发 你没有死 没有 我春来跑了 在老家养伤呢 这不急吗 我就赶回来了 回来就好 你没做游击队的俘虏 没有 他们抓不住我的 红正发 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你还是回去 做你的副大队长 谢太军 我红正发一定为建设 大刀牙购书圈 竭技全力 肝脑涂地 你再所不辞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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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把老乡的鸡放回去 多管闲事 我看你活腻歪了吧 派长 派长 你杀死我派长 我 我没有开箱 就是你杀我派长 你杀我派长 就是我派长 就是你 就是你 杀了我们派长 给派长报仇 要我说呀 这南风村是我打下来的 就得我来手 他胡天华想要拿过去 土匪把我给打扮 他还没胆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跟咱们进随军开火吧 他就是想打 他得打得过咱们呀 是吧 还有那个高翔 虚人也赖在这儿 不滚回他的龙牙山去 要说这个高翔啊 你说他一个堂堂的国军团长 竟然自愿上山去当土匪 还跟这帮南缠的土马路搞在一块 简直就是给大国丢人 刘团长 牟团长 出事了 怎么了 游击队的兰柳 把白白长给打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具体什么事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听说 咱们的几个兄弟 跟兰柳发生了争执 兰柳一失手 就把白白长给打死了 童总 你笑什么 我这刚想睡觉 就有人给送枕头 走 去看看豪夕 不好了 胡队长 兰柳被刘胜寨抓走了 被抓走了 好 走走走 看看去 刘胜寨现在要杀的是兰柳 又不是我们的人 你急什么呀 兰柳在帮我们搞卫生队 是我们的人 我当然要急了 你就怕那个兰柳受委屈是吧 别胡说八道了 赶紧 光天化日打死我的部下 你的胆子不小啊 白白长那抗日 可是一员虎将啊 他没有死在鬼子的手里 却死在你的女人手里 白白长死得冤啊 我今天如果不为他报仇 就不配当这个团长 你们说是不是 谁啊 敲毙的非白长张草荣 敲毙的非白长草荣 敲毙的非白长草荣 我真的没有打死他 他不是我打死的 柳生寨 你不能不分青胡造白的 就冤枉我 死到临头了还敢跟我狡辩 不是你打死的谁干的 我当时是举了枪 但是我只是警告他 我根本就没有开枪 我可以作证 他没有杀白派长 你可以作证 大白天的南部长还闹鬼了 不知他杀的谁杀的 你说 刘团长 过来 过来 说 这女人狡猾得狠 她说的话你也信 对了 你当时也在场 你告诉我 到底是不是他杀的白派长 刘团长 我独眼龙对天发誓 就我这一只眼 看得真真儿的 就是那个女白龙 对着那个白派长 砰就一枪 可就把白派长给撂上了 当时能把我吓坏啊 独眼龙 你别黑白颠倒 顺口奔人 你别说话了 接受你死期 不顾残杀抗日将士 杀无赦 今天本团长要亲自动手 逼了你这个女人 刘首寨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搞清楚真相 你就想借机报复我们游击队 住手 高疯子 刘团长 枪下留人哪 高疯子 兰柳杀了我的人 就必须血债血偿 这里不关你事 少在这儿瞎谶话 这事我管定了 我已经听说了 他只是把枪举起来 并没有开枪 你事情都没搞清楚 就忙着要杀人 是什么巨星啊 高疯子 这里现在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高疯子 你是非要替他出头是吧 没错 你倒是告诉我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少给我在这儿胡说八道 高疯子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充其量现在就是一个铜匪 我今天就来个一箭双雕 把你们俩都绑了 来啊 别动手 不要动手 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谈吗 动什么枪啊 怎么谈 你只要把蓝柳放了 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跟你谈 好啊 你们现在就撤出南风村 把这里交给禁随军把守 我倒可以考虑放了他 柳村长 你此话当真吗 当真 好 那我就把南风村交给你了